好的 把视线拉回本地 我国发展智慧国的愿景进入到新的建设阶段 接下来的重点将转向建构配合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以及服务架构 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在本地举行的资讯通信科技商业交流大会开幕礼上 发表专题演讲师说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总栏图将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落实 而三大重点领域包括智慧物流技术 智慧国科技挑战以及智慧医疗辅助科技 当局希望能够在今年下半年推行一些试验性计划 并且会在8月推出总栏图的时候公布更多详情